六年疑似路过段 带腾散加工群 往六年疾病的这段路 是六年立水化博多的一款 目前也只有村子 也没经历美化 对处立委六区还将其上后 邀请到隆电水立水 司长蔡春府 到现场来会扣 此外心甘宽和很多次 議案组体也都很关心 今天我们跟黄伟泽市长 共同的就是 反映出这个地方的一个需求 那农水处 那署长也做出 很明确的一个 那個呼應 雖然是1600萬而已 但是這個工程期也要大概一年的時間 那在這一段時間 就是說也會造成交通的一個不便利 那請我們的市民朋友 大家多多的一個體諒 未來這個經費 整個改善的經費 不管是渠道的改善 那麼以及旁邊未來綠美化的施作 那一共1600萬 那通通由我們農田水利署來負責 那麼後續有關私人用地 跟市政府用地的部分 那麼區公所會來協助 那未來的維護管理呢 那也會由我們的流營區公所來負責 今天的會審當中 粗部國際需要1600萬的經費 離副市長也當中大營 全部都會由農水素來負責 另外兩院庫公所也表示 未來工程完成後 後續的環境為好 公所會負責責任 我們在流營路跟建業路已經做好了 台山過了我們這個太空也做好了 就是建業路跟台山這堆年 今天很感謝我們市長 我們同意這1600萬的經費 八百公囚的工程 這段如果做好的時候 這裡就要比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他要先做這段路段 東原公所也一不容辭 會扶起這個維護的責任 保護員表示過工程 已經只要一年的時間 但台南最花佛的全民完工了後 如果是灌溉的好人可以提醒 也可以讓流營的治療更好 提供既敏跟UK的更加速食的環境 那天使們會提供涼牙齊紅波特 那天使們會提供涼牙齊紅波特 就夠了